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到囉 就在前方 南安金蟲武術 我們都來 現在時間早上7點 從台東市出發 趁著平日出遊人少 來去花蓮玉璃一日遊 玉璃是全台灣最面積最大的鎮 就網路上資料顯示 玉璃面積達到252.4公里 這面積大小已經接近台北市的271.8公里 真的很猛 同時玉璃也是花蓮縱谷最繁榮的鄉鎮 從台東出發 途中會經過 飛南、路野、關山、石上、復林 路程將近2個小時 如果搭上火車 玉璃也是必停的大戰 一早冷風不斷襲擊之下 精神完全甦醒 此時玉璃也到了 來頓早餐滿胃 嗨!我離世的奶爸 奶爸又來 奶爸現在在玉璃 這是全台最大的鄉鎮 今天大概差不多早上7點就出門 大概起了80公里 大概從台東出發 然後到玉璃這邊 今天來玉璃一日遊 先去吃早餐 台東出發 經過廚路 路野、關山、石上、復林 最後來到玉璃這邊 我們先去吃早餐 吃得見 當時我看到這些燒餅 熱心燒餅 聽說蠻厲害的 在這個和平路 後面有人請他 這手術跟不手軟的加藥 爸已經有1.30 小辣啊,對嗎? 不要啦 沒關係 夾到一點點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啦 真的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我會吃辣只是吃很少 啊能不吃就不吃這樣 點了份豆干酸菜加蛋的燒餅 和一杯豆漿 剛出爐的燒餅 快速內軟 有層次的口感跟芝麻香氣 沙配滿滿的入味豆干酸菜 怎麼會這麼好吃 吃一個極有飽食感 對了,如果要加蛋記得總共告知 好,那吃完早餐後的第一個景點 我們就出發囉 離開市區沿著台山市 往西南的方向前進 遠遠的兩座紅色古石橋樑 是玉里地標之一 玉里客山橋 哇,穿過鐵橋的底部 我們要去玉山國家公園 繼續往山區的方向來到玉里的鄰居 多西鄉 多西大部分行政區域都是莫大的山區 幾個親民的景點離玉里非常近 卻一起安排在今天的行程 這條路是台山石 縣是神道 彭冠海岸與重土的主要道路 中邊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御強紅路 而西邊則是目前在走的側段 西邊終點是巴通關土道通斷登山口 無法再繼續前行 當然今天沒有要登山 來去兩個親民的景點 一片片綠翼昂然的稻田 不斷有限 來去尋找賢重的樹 這也算是個秘境了 可是我剛看的好像蠻多了 南安京城武副 哦 對啊 我去一個叫南安京城武副地道 看 西邊 啊怎麼找得多了 奇怪 這分得是哪裡來的 這裡當然是從南冒出來的 這個不密集吧 還是這裡已經不是密集了呢 哦 哦 後來回到神道裡發現一定要有亂 應該是下來打滿圈的地方 對 對 對 各位 到囉 就在前方 南安京城武副 就是這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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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可兜看一下 好 我現在來到這個 著西鄉南安這個地區 哦 剛剛那邊是 外面那邊是公路 然後轉進這個田園小路 這邊 來看這個 應該是說我在地圖上找到的 叫做 南安京城武副 我覺得這邊應該還算是個秘境 從公路上看這個 南安京城武駕 這個倒椅好漂亮 哇 對 有山然後兩邊都是鐵 小路 沒有電線桿 這樣子 放個景點 看一下 你看這樣子 兩倍的鐵沒有電線桿都是個小屋這樣子 還蠻漂亮的 這裡還算是一個生態服務的幾副田區 它兼顧生產跟生態 這邊有寫 沒有使用什麼除草劑、都兒、捕獸甲、鳥王之類的 然後維護這整面整個水田生態服務 還不錯 還有椅子可以 坐著休息一下 聽這個水聲 看前面這個山景 以及一大片的稻田 非常的放鬆、非常的歇意 好啦 大概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們繼續往生產裡面走囉 GO 讓尺脈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哇,漲渡山崩了 那個 地震應該是地震的時候 哦 也是 在山區看到這種 山風啊 弱死的啊 心裡總是會有點 迴距 但是面對大志還不都有地震 你還是永遠只是覺得自己對討人比較俠 啊 啊 那個力量是我們 人類完全是沒有辦法想像飛的 哦 好像要到下一個 就給了 你看在這裡 反彎 南岸 各位 我們來到那個南岸瀑布 剛剛那個什麼 南岸金層武術 再往前大概一小段路就會抵達 然後這個 從那個公路這樣上來 然後就到路邊這邊 那邊是路口 南岸瀑布的路口 這邊應該可以隱約感受得到那個瀑布的聲音 那我們就往裡面走吧 我好像很久 很久以前也有來過一次 這瀑布道我記得非常的簡單 你就稍微 走一下 旁邊有這個廁所 來上 蠻方便的 南岸瀑布的上游 他的發源地是在那個 羅西鄉 大理簡單 環境因為他環境保存很好 各位他的 風塞 水量非常風塞 說實實那只怪 少了 就是這麼近 南岸瀑布啊 大家在這邊看就好啦 就不要再進去囉 瀑布 看瀑布 看瀑布的地方 有沒有 然後瀑布網回停車場 因為他只一條直線而已 就在這裡而已 奶爆摩托車就在這裡而已 零肉超近 哈哈 雖然說 這個瀑布也沒什麼但是 他還是太近了 如果你來這邊的話我非常建議你可以靜下來看一下 好停車又上廁所 走進來 不用五分鐘解決一個景點 感受一下這個森林裡的美妙的聲音 有瀑布聲 有蟲鳴鳥叫 非常的棒 不過這裡 只有落石啊 你看到他有公道說可能會有落石 會颱風地震過後建議不要來 好不好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 五分鐘不到景點 好 走去下一個地方 我們再來往前再騎一段路 那這段路 其實蠻短的 他再往前一小段就到了終點 到終點的話 車子就沒有辦法繼續行走 那邊是那個八通關古道的東段登山口 如果說要登山人 大部分都會 就是會從這邊走 再來 這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這條路 人車比較少 前面就是終點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 通往任何一個鄉政或部落 你看南岸瀑布後 除了登山以外 銀河上面有什麼景點 唯一的陸名叫喬有風力中 讓乃巴海之選擇 往前騎一的段路 稀少的人車公路 逛過三十個西湖 讓你討見 我覺得這條路還蠻美的 可以看得到 要點前的這些大山 底下就是這個 七水河床 哇 傻丫 太狀況 知道嗎 那是台三十的 那是台南岸瀑布? 所以本來就掉牆 可是現在 封閉了 這還沒問題 這還沒問題 回去了 哦~~ 好 奶爸現在又回到玉里市區這邊 那我們剛剛有經過那個玉里課程北橋 我們現在就是找 我們剛剛從橋下經過 那我們現在就是到旁邊來 在櫻野這邊 然後拍一個找一個好的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玉里課程鐵橋 那我們剛剛就是從那個嘛 你看 橋下面走過 然後我們就是 往 這邊應該往 對 往 東 對 往東方向過來一點點 然後從這個方向看過去 非常的漂亮 雖然現在 沒有火車經過 就是 奶爸沒有查 反正就是碰路進去 如果說有在玩攝影的 大概都知道 只要是 可能有很特殊的火車要經過 例如什麼真心火車 開什麼的 這裡啊 我跟你講這裡是彎彎群 滿滿多次人 超級多人 為了就是要拍這個畫面 今天很幸運 火車剛好要過欸 火車剛好要過 好 如果說有看到這個 火車經過的畫面 應該可以感受到 玉里課程鐵橋的魅力 也不難想像說 這麼多人 為什麼要來這邊拍照 剛剛那個火車經過 這個 倒影拍 這個倒影的畫面 真的非常漂亮 奶爸來不及拿所有的單眼拍 他只能用錄畫面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們看完這個玉里課程鐵橋 那我們先去玉里市區 大家吃一下東西好了 課程二號橋 前面是課程一號橋 近看覺得還好 但是遠快就很有趣 非常有趣 來去玉里市區 哇 沒開 那我們去找下一間 來吃吃街頭 玉里沒吃吧 原本想吃先煮美食的玉里麵 也是網友推薦的 可是還沒有開 也是隨機找的間 看起來很在地的玉里麵 為了讓味有足夠的空間 繼續吃 吃乾點一碗乾的玉里麵過過癮 看起來超大一坨麵 搭配許多的香菜跟芹菜等分 香氣十足 把麵放開的份量各自驚人 玉里麵其實簡易讓想像 就像是台式的拉麵 舒適的口感搭配程式 可以讓你去口氣 吃到一半後來發現 老闆娘竟然是 直來運動員 楊敬明的女婿 很怪牆上掛滿滿 楊敬明在牆上的明知 淋過其齒的玉里吹光 來玉里也不妨來沾上光 吃吃沾了光的玉里麵 在花冬 來爸最喜歡到田間小路探索 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風景 遠方看到一輛青島汽車 飾物車上面 郭瑞士達爾正燒腦 如何處理 只能說心不樂 接下來要走西蟲便道 一個地方 有這個片道 因為那個玉里大橋放掉 所以走這個片道 然後體驗一下這個片道的 就來走一下這條 第一次走在那個西蟲 原本往返塘兩根 跟玉里市區的花西蟲鄉道 玉牆大橋 就會去年2023的牆鎮 連同臨近的高樓大橋 跟林田大橋的斷面 相關單隊臨時搭建西蟲電島 供網站距離是有的 目前已重啟三座小羊的牆劍 期盼能再次提供 一點安全的道路給大家 可能未來的那個草丘不完之後 這個片道就會走路一直走 我看到這個片道 是不是很困難 看到這個片道 看到這個片道 這個片道 怎麼會很困難 看到這個片道 是真的 我看到這個片道 放在這裡回來 看到這整片填 蠻漂亮的 喔喔喔 蠻漂亮的 沒有良庭 這叫藏長兩庭 我們下次看一下好了 阿叫長良樓屏 2003年就有了 還不錯啦 阿但是 地線桿太多了 如果沒有地線桿 好不過這只能滿大片 好 走吧 呦 從花七樹香到經過長良來到長富大船 這座橋樑也因地震受損了更必整修 還好沒有嚴重到需要採取空間 目前已經重新開放空間 以前無意間曾經造訪過印象深刻 又有風度的橋延延伸 彷彿永無止境 兩邊的稻田 鏡頭的沙脈 真的是屬於我心中最美風景之一 橋樑連接至 台九線的東里 若只是路過小澳洲頭這度的橋樑 直接從東里那邊轉上橋 即可 不必像買爸這樣鬧的大圈 台九線的酒 бизнес 進去海駕車列車通過鐵橋的後面 感覺到很遼忍 這段聲音會持續上旅程正片不少兩間 有許今後聽到列車聲音就會新起入 現在來到那個 玉璃濕地 這也算是一個還蠻冷門的經典 是一個大自然的地方 就走過來看一下 玉璃濕地 沒人的地方 這個是個人工濕地 不能釣魚 當然也不能烤肉那些都不行 蠻安靜的地方 我們走近一點看一下 不過要掃先 不要滾下去 不然就真的是GG了 中間有做個區隔 不知道 其他可能是要把它做分區 不要讓它整邊都是 票幅的質疑 這個地方可能不太適合夏天打 沒有什麼適定物 夏天來可能還蠻熱的 這樣因為有這個道路 還蠻漂亮的 這邊是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的道路 這邊有導覽圖來看一下好了 那是用那個生 生態工坊來達到這邊 淨水質 跟汙水處理 然後同時這邊還可以見過 一些多人的生態區 但是對 簡單講的是對生態一個 非常大有幫助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旁邊這邊這樣 我好像進去裡面很大耶 非常多的鳥類一些小鬼 現在這邊有一些那個 地景藝術 哎呀 喜歡拍網美照的人 應該還不錯 可是荒涼長滿的雜草 這個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漂亮的這個 這都沒人啊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叫做水的休息站 木頭邊遮層 這應該是水光邊遮層 真的非常 我覺得這個做的蠻漂亮的 好啦 結束這個景點 我還是要去下一個地方吧 應該說這個地方比較有一點教育意義 對不對 因為它算是一個 可以達到進水作用的地方 然後又可以 同時兼顧生態 如果說是 國中小 不會教學 或老師帶 帶小朋友來這邊 帶學生來這邊參觀 做絕說我覺得可能要做 或者是說 大學 大學的一些相關科系 也可以來這邊做參觀 這樣子 當然還是要有一個可以做導覽的 會比較好一點 不知道如果說你可能自己來 這樣子看可能也是 看不出個所以的 這樣子 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囉 今天安排的景點其實不怎麼出路 基本上都是想走哪不走哪 隨心所謂 我想這就是富裕的好處 這條路是台山石沿道 玉長公路 跟早上走的台山石沿道 南岸是同一條 一條網是一條網路 來到玉長公路也是最著名的地址 溫泉 沒錯我們來去泡溫泉 那我現在來到那個安通 安通這邊的溫泉非常有名 那我們來 因為 來安通溫泉這邊看一下 我是找這個啦 溫泉飯店 來看一下裡面的泡溫泉的 售價一些方式 因為 冬天嘛就是要泡一下溫泉 不過我看他網站的資料有一點 不是很清楚 那 今天就直接來先掌握一下 來 來 泡溫泉 第一次進來這個地方 寒險 原則上泡溫泉的方式很多 奶巴喜歡個人一間比較隱私 總之一個原則 不能一次靠太久 適時補充水分 安全第一 接下來畫面 我想應該沒有人有興趣 有個皮脂 有個妹子 那可能就直接敲過啦 喔 奶巴我 泡湯完了 喔 整個通體舒爽 這個 非常的舒爽 啊 對 大家如果東天的時候來 玉璃這邊一定要來跑一下 安通溫泉 還不錯 再去下一個地方囉 哇 哇 溫泉再見 謝謝 玉璃有一條路廢譽為 華東鳳谷最美的本路 南北向替代道路G93仙道 較少人車跟建築物 整條193南北松冠園110公里 其中最美路段就是在玉璃 兩側小葉桿南的行道樹 形成綠袖水管 十二陽光 十二陰影 搭配不斷穿梭的稻田 還能不考最暖 前面不煩惱 cyper 我們來到一個叫做",玉璃松浦捐堂路 在那邊 aller走下去 我看下去 我覺得好像照片有點照片 實際上感覺好像還好 有這條路喔 後來是這樣彎眼 至於有稻田的時候應該會比較美一點 就稍微走一下吧 呵呵 其實還可以啊 就是如果旁邊的稻田 稻質如果都長出來的話應該還OK 現在還蠻漂亮的 今天就是一個秘境判寫法 就來給他走一下 好這樣可以回頭囉 回頭了 在前面就是提防 喔 走 好回去了 感受一下天堂 好我們等下原路剛剛這樣子來也是在佛的劇喔 從那個一球看 漂亮的一球看 這個當初不知道是誰設立這個地標的 呵呵呵 好啦有機會 好走一球三的時候再來這邊開始打 不然希望本就 這個稻田再打高一點 好再走 再過來這邊看一下 很少來吃一下喔 哇 難得人這麼少 那一定要試一下 哇 我要回到玉璃市區了 那 來玉璃就要吃臭豆腐 我本來想要吃另外一間 沒有要吃橋頭 但是它三點才開 但是我忍不住 來玉璃怎麼不可以趕快吃臭豆腐 所以我還是來自己最有名的 玉璃橋頭臭豆腐 因為現在剛好人比較少 那當然就是趕快先吃囉 不然等下冷很多的話就吃不到了 哇 南葛今天冷的少了 來到玉璃橋頭臭豆腐 先拿號碼台等候叫好點餐 簡單的選擇只有大小份錯豆腐 如果人潮不多 真的必須來一盤 越抽越下 本來臭豆腐應該讓人有印象是這樣的品味的 可是這間吃起來的 阿卡丘竟然是清爽的 是在盒真爽的 不然等 剛才在這邊吃一吃 我們居然遇到粉絲 太巧了 賣說到前兩天才在看我一天 我還是緣份阿 把我帶到牆頭臭豆腐的 這間雖然最小間 但是這間是什麼店 塞花蓮跟伊朗都有一間旗艦店 吃完了發現旁邊有一隻彩彩 吃完了發現旁邊有一隻彩彩 真的 也沒有迅速阿 就是 點小份臭豆腐吧 很快就吃完 他隔壁還有一間 就說 米甜甜圈 聽說也很厲害 我們來吃一下 你好 我要一個 一個 你要半堂不關鍵嗎 我要半堂 對 富斯格甜甜圈 還有半堂跟全堂 微堂配寫 來吧比照明師那麼甜 說寫微堂 半路整 看一下 來吃一下這個甜甜圈 還滿紮實的 外酥內軟 但是它的軟是紮實的 所以不會到那種很軟 很軟但是也不會多到 硬滿棒的 稍微有一點口感 那個甜甜圈 吃一個當點心剛好 還不錯 還不錯啊 你看在那個 喬頭臭豆腐好美而已 在喬頭 臭豆腐在這邊 甜甜圈 就在這邊 大概走路兩三步就到了 剛吃完玉璃臭豆腐 那趁著嘴巴 還有一點 還有上一間臭豆腐味道 來吃另外一間臭豆腐 這間美味臭豆腐 聽說跟那個玉璃橋頭的很像 我們還是試一下 其實臭豆腐它賣很多炒飯炒麵 不合適啊 你別喝 美味臭豆腐也是網友推薦 肚子實在有點飽 點了最小份常見 比玉璃橋頭有點像是 但這間的口味稍微臭豆 口感的酥脆程度較臭豆腐 比另一間有著不太一樣的男子感 來到玉璃不想在橋頭等太久 或許可以來玉璃車站 來誰對面品嘗蛋乾 其實已經八晚 來去最後一站終點 吃完臭豆腐 那憑藉來吃最後一餐 已經快吃不下了 吃完這個就差不多回去台東了 來吃這個 也是網友推薦的 這個叫做 鴨片飯 這間 鴨片飯 點了一碗團多多的鴨片飯更明顯看 這要呈現的鴨肉飯實在不常見 一片片的鴨肉搭配令了鴨有的白飯 我只能說還好我也來吃 晚嫩適中的鴨肉搭配白飯一起吃 真的好香、好下飯、好好吃 如果開在台東 奶爸肯定變成長客 現在肯定可以說 今天最經免的就是這碗鴨肉飯 好吃到還大一道的去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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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最後這個鴨肉片飯 吃完最後這個鴨肉片飯 好 要回台東了 今天這個里程差不多半個半多 回台東了 發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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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了 我跟妳說拜拜啦 跟妳拜拜 兩次再來一年 回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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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使的營量 時刻煉出細風 讓即將西下的太陽 還能綻放今天最後的光碼 這是俗車的鞋舌風 看著這道光 是不是在跟我說再見 再見 好 那奶爸現在已經離開玉里 我要抬洞 像這邊 這是路邊 那想說天有點黑快暗了 然後就提早來做個總結 旁邊這個 在這個稻田邊做總結 覺得還蠻不錯的 今天真的是吃了一整天 吃了一堆東西 看影片大概也知道 但是從早保到晚 保到天寧蓋這樣子 也走了一些景點 一些秘境 雖然有些地方很可惜沒有去到 然後有一些可能想吃的 還是沒有吃到 沒關係 這個機會就留給下次好了 那如果 不知道大家對今天的行程覺得如何 或者是說如果說你有 很特別的美食想要 玉里特別的美食想要分享給大家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再見囉 掰掰 apprendre那些 enjoyed decentral 按